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经文是在明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 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你有撒谎的经验吗 可能是因为做错事担心被骂 所以想要隐瞒 或是怕实话会伤害别人 而说了善意的白色谎言 你身边有没有喜欢说大话 总是随便开口承诺 但事后又反悔的朋友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不小心轻易答应 后来又做不到 而说话不算话 例如跟爸妈约定好了晚上不打电动 但后来又忍不住偷偷拿出手机来玩 当遇到困难挫折或发生了很糟糕的事实 我们可能会开始担心 怀疑上帝会不会也说话不算话的丢下我们了呢 圣经告诉我们 神从不说谎 祂说有就有 命令就利 发出的话语与命令都不会改变 天父爸爸说祂永远爱我们 与我们同在 看顾每个孩子 祂说到就一定做到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神非人必不至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 祂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祂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神非人必不至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 祂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祂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是信实的神 你用彩虹与我们立约 提醒我们你的爱永不改变 当我心情沮丧 感觉不到你的同在 甚至开始怀疑担心时 求你亲自对我说话 兼顾我的信心 因为你是不说谎 不后悔的神 也求你赐给我智慧 让我成为一个 用爱心来说实话的小孩 孩子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信实宝贵的名求 Amen 请不吝点赞美订阅